大家好 欢迎来到凡人趣日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牛肉丸子 先准备这一大块生姜 把生姜去皮 去皮以后把它清洗一下 擦姜溶 如果你没有擦姜溶的 用擦碗以后把它剁碎 要把姜剁得很碎 姜溶是22克 加50毫升水 把姜溶卸开 这牛肉是1.058公斤 一公斤多一点 我不用这么多 我用这个一半 有一点血水把它倒掉 我买的是小牛肉比较嫩 我用一半的牛肉 这一半先留的 先加入这个姜溶 刚才和好的 把它搅开 搅拌搅拌 姜溶和水都被肉吸收了 现在变干了 变干了 我继续往里加 这7.5毫升盐 每家一样东西都把它搅拌搅拌 搅拌 2.5毫升苏打 糖5毫升 用机器比较省力气 但是做出来的口感没有手工搅拌的好 加一点生抽 再搅拌搅拌 要不一直搅拌很累的 就搅搅停停 这是越南的鱼露 加一勺鱼露 加一勺鱼露 黑胡椒 加两勺玉米淀粉 大约30毫升 继续搅拌 太干了 要加水了 这样是不行的 一次加一勺 别多加 搅一搅再加 搅一搅再加 再继续加水 第四勺 第六勺 六勺 加了很多水 要想做出好吃的牛肉丸子就不能用机器 机器没有手感 用手可以感觉到搅拌到它的粘稠度 我这已经加了很多勺水了 现在差不多 还可以再加一勺水 每次不能多加 只能加一勺 然后 牛肉很吸水 刚才搅的时候很干很硬 现在全上了劲了 这个粘稠度差不多 好 现在可以加葱花 切碎碎 做牛肉丸子的加水量 没有一个确定的比例 因为牛肉不同 它的吃水量也不一样 所以全凭搅拌的手感 来决定这个加水量 锅底有气泡的时候 把牛肉丸子一个一个挤入锅里 这时候一定要开小火 不能让锅里的水沸腾 利用虎口挤出丸子 把勺子沾一点水就不沾了 最后两个 全做好以后的水温是60度 现在我把火开 稍微大一点 因为放进了牛肉丸子以后 它的水温降进来了 又飘起来的了 又飘起来的了 也有一些磨的产生 又磨的了 现在是85度 全都飘起来了 现在的水温是90度 90度 水温一直保持在这个85到90度 大约15分钟 牛肉丸子就全都熟了 把它捞在冷水中 一共做了51个 每一个比鸡蛋黄小一点 大约500克牛肉 做了51个丸子 非常嫩滑有弹性 特别好吃 若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吧 如果您点击凡人趣日订阅我的频道 就不会错过下一个视频了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